中操使用VAR以来争议不断,什么时候使用VAR,怎么样使用VAR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? 其实,作为侍候诸葛亮,VAR的确可以在比赛中,很好的做到判刮公正性和准确性的有效补充,8月4号中超第16轮天津全舰队阵河南剑野的比赛中,就有一个很典型的VAR补充判法,上半场进行到第40分钟左右,全舰发动进攻,正达轮带球到剑野景区附近,被对手铲球破坏,下图, 可招在铲球后倒地,而正达英则来不及收脚,其右脚鞋钉狠狠的严言可招的小腿花踩出一条鞋,后这一声惨叫后被队一紧急救治,是方后主裁对方规球员正达轮没有什么表示,但是两分钟过后,当镜头再次切换到主裁时,他却意外地给正达轮掏出红牌一张,原来在受伤球员在救治和换人时,主裁派去看了VA A2重放,这才有了像正达轮怒涛红牌一幕,那红牌后,正达轮满脸差矣,觉得很突然很不可思议,全舰队友也纷纷找主裁要说法,但主裁犯法以下,最终正达轮被罚下场,全舰再落后一球的情况,下右少一人作战。